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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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跟邻居有产生什么样的纠纷呢 所以呢 律师娘其实有从这个网路上找到几个很常被网友问的一些邻居之间的纠纷的问题 首先呢 我看到有一位网友问 他就是问说 他的邻居喔 因为我们现在可能盖这个公寓的时候呢 你本身的窗户可能没有屋顶 那邻居呢 他就有盖这个遮雨棚 因为可能他也要晒衣服啊 那如果下雨的时候 他窗户没有关好的时候 雨溅进来的话 可能会把他晒的衣服给弄湿了 所以呢 他窗户外面就有盖这个遮雨棚 结果呢 他就发现说 你自己呢 把自己家里的这个窗户外面盖了遮雨棚之后 当然下雨的时候呢 雨就不会溅到你们家来 可是呢 如果你跟对面隔壁的这个房子盖得很近的话 那你家里这边就是流出去的这个雨水 可能反而是喷到对面的家里去 结果呢 就把这个对面家里的屋子里面可能都弄湿了 或者是呢 把他们晒的衣服也都打湿了 所以像这样呢 就是把自己的屋子顾好了 可是没有顾到别人家里的衣服的这种状况呢 他也是属于用法律可以来解决的一种方式吗 这是我们网友提出的一个困扰 关于这个问题喔 因为其实你遮雨棚嘛 你自己在家里面盖 当然可以啊 因为这是你自己家里的所有权范围 但是你的遮雨棚 你不能盖了之后 导致说雨水 然后会因为遮雨棚的关系 而降落到别人的阳台上 或者别人的住家 诶 可是那个 有一句话说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又不得人啊 那雨也不是我能够控制的啊 我控制的是我们家的遮雨棚而已 难道这样也不行吗 这样是不行的 因为你遮雨棚 如果你建设的方式啊 会导致雨水落到别人家的阳台 或是说所有的共有部分 所有权的范围内 那这个邻居啊 他被他的阳台啊 上面的衣服啊 被你的 被你家的雨水打湿的话 那这个邻居当然可以按照民法的规定 他说直接去 诉请法院去拆除你的遮雨棚 可以把人家的遮雨棚拆掉 对 没有错 嗯 对 那这他要透过方式是去法院诉讼 对 当然是去法院诉讼 可是 其实 虽然说律师是以诉讼为业啦 但是 嗯 其实 也不建议说每个 每件事情都一定要诉讼啦 可以其实先尝试跟邻居协调看看 嗯 然后就是跟他讲说 你这个遮雨棚是不是可以 改一个方式 嗯 或者说你也可以先透过用法院调节的方式 嗯 因为邻居这种公寓大厦 或者说你跟邻居之间的关系 除非你是成租户啊 如果你是所有权人 那你就是一直住在那边啊 嗯 你每天开门还是有可能遇到邻居啊 嗯 那你跟他打官司 那双方都会一定有怨队嘛 嗯 那之后往后在路上遇到 那可能 彼此看 彼此不顺眼 又发生什么纠纷 嗯 欸 对啊 我有听过很多像那种邻居 本来起因是一些小小的 类似这样的纠纷 比如说什么花盆 放到哪边去 被移走来移来移去 为了这样吵到打架的 反正变成刑事犯罪的都有 欸 那你刚刚有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成租人的问题 那像这样子的话 呃 如果类似这样要提告的状况的话 他有分说 譬如说提告的人 一定要是所有权人 还是成租人 或是被告的只能告 成租人或所有权人嘛 有这种差别吗 提告的人一定要是所有权人啊 嗯 因为这是 民法赋予所有权人的一个权利 嗯哼 那如果说你是被告 那基本上成租人 或是所有权人都没有关系啊 嗯哼哼哼 就是盖这个遮雨棚的人 对 没有错 嗯 好 这个是我在那个网路上看到 网友提到的一个 欸 其实听起来 那个好像是小事情 但是我想大概蛮多人 有这样的困扰 因为现在的房子 其实都盖得蛮近的 对啊 那所以像这样子 雨喷到 你家遮雨棚上面滴下来 对于喷到对方的房子里面的衣服 其实是蛮有可能的 那另外还有看到呢 在网路上的网友提到的这种 恶邻居或邻居之间的纠纷呢 还有一个 好 看起来也是小事情 但是事实上也造成 邻居一个很大的困扰 就是呢 他说我的邻居呢 他们家的冷气 因为现在冷气常常都是主机啊 站在外面嘛 然后装在外面 然后他就会有这个排气 会出来 结果他呢 那个排气的出风口呢 对着我家的门口 然后我跟他讲说 想要就是装个管子啊 还是怎么样 换个方向啊 他都不理我 他就觉得说 反正又不干他的事情 也不是造成困扰了 也不是他自己 那如果说屡次反应 邻居都不理他的话 那像这位网友所提出的这个问题 就是冷气孔的出风口 对着我们家的窗口 这种状况的话 也是可以透过法律来解决吗 像冷气口出风口 因为他是热风嘛 那第二个是 他是其实有点带有一些 废弃的一些性质 那基本上你如果说被对着门口 或是对着窗户啊 被对着的那个人都 其实生活上都会造成困扰 那再按照公寓大厦的管理条例的规定 其实是可以直接 塑情主管机关去采罚这个架设冷气 也就是冷气机的这个人 所有权人去罚他钱 但罚他钱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那如果你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一样是你可以塑情法院 然后去禁止说他的冷气的出风口 然后持续排放到你家 那法院他会做的做法是说 就是会下一个阻瘟 那阻瘟的内容可能是说 冷气要怎么样的改善 或者说冷气直接你的排气的方式 就是不能到窗户 那你如果真的持续不改善的话 那当然人家可以拿这个判决 去强制帮你改善 强制帮他改善是怎么处理啊 就是可能你的排气的位置改掉啊 或是直接把你冷气改到别的地方啊 或是直接就拆除 那就冷气看你要怎么摆啊 他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强制执行 里面他有一个 类似罚代金的方式 也有可能是一个强制执行的方式 如果他没有改善的话 就是可以法院可以持续罚他代金 对 像罚钱那样子 好 这个是那个另外一位网友提出的问题 还有呢 另外就是 如果说 住在那个公寓大厦里面呢 你也会遇到说邻居呢 那明明是就是像楼梯口啊 或者是 双方就是对门呢 中间那些地呢 应该都是大家可以一起使用的空间 但是有些人呢 就很喜欢把杂物堆在那边 譬如说你可能放鞋子也都算了 放个几双 但有些人就放了一个大鞋柜 然后或者是有些人可能那个 有那个鞋子的收集款 所以呢整个外面呢都堆满了鞋子 然后我甚至看过人家就是这样 他就是整排的那个楼梯啊 一阶一阶 他就把他当做他的鞋子的展示柜 所以每个街他都放了两三双鞋子 欸其实这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没有走电梯 因为有些人可能住的楼层不高 他都想说啊 登电梯很麻烦啊 他就用走的 那你在走楼梯的时候 如果不小心勾到这个鞋子 其实是会摔倒的 或者是遇到这个 可能他发生火灾啊 发生地震的时候 你要逃跑的时候 紧急当中 那如果灯光又不够亮的话 也有可能因为勾到鞋子 然后从楼梯上摔下去 其实都有可能会发生危险 那除了这之外呢 也会看到有些人就是可能喜欢种花 然后他就放花盆啊 放盆栽啊 反正你就会发现说 真的有一些邻居就是这样 他就是家里不够放 他还要放到外面来 然后就是在他们 可能两户之间的一些空地呢 他就会放一些 就是他属于他自己家里的东西 这种纠纷其实我也蛮常听到 就是人家在抱怨的 甚至我的自己的朋友里面 有很多人会讲说 这样子哪有办法处理 然后我每次跟我的邻居讲 他都觉得说 那个又不是你私人的地 你管我怎么处理 对啊 如果是这样类似遇到这种状况 我想应该是非常常见的 然后这个部分也是 肃勤法院把鞋子移开吗 第一步啦 其实就是 应该是说 这种情形啊 其实在目前社会 真的蛮常发生的 就是你可能放鞋柜啊 或是放鞋子啊 或者说放一些 里里口口自己家里面的物品 那其实 不论是楼梯口或走廊啊 其实都是 在公寓大厦管理条例 是不能够放任何东西的 包含说你连区分所有权 也就是所有的住户 都同意说 好我们就 同意 大家都可以放 一个鞋柜在走廊上 欸这也是不行的 因为这是法律的强制规定 所以说当你发现说你的邻居 有放任何杂物 然后放在楼梯口 放在走廊 那其实按照公寓大厦管理条例规定 你可以拍照或录影 那直接向主管机关去检举 那主管机关可以直接 裁罚他 4万块以上到 20万以下的罚还 欸这样不知道 4万块以上喔 对对对 那如果 像大家都会觉得说 喔这个小事 我就是放几双高跟鞋 放在走廊啊 放几双高跟鞋 放在楼梯啊 应该不是什么大事嘛 可是其实 这个法律效果很强 第一个 刚刚讲到的罚还之外 如果罚还之后 这个被罚钱的人 还是持续 依然顾我 继续放高跟鞋的话 那你再持续搜证 再直接 就直接可以向法律去 诉讼 然后诉讼的内容就是 可以提到说 他被罚还之后 仍然不改善 那仍然不改善的话 最后的法律效果是 甚至可以因为这样 直接强制 去把他的房子 给拍卖掉 然后直接诉请他办理 那当然拍卖掉 钱还是他的啦 哇这听起来太严重了吧 对那但是他是渐进式的 你还是一样要先向主管机关 申请罚还 然后罚完之后 他还是仍然持续不改善 当然仍然持续不改善 这段时间是多久 其实没有一个一定的期间 但是 如果你真的深受这个困扰 你就是不断的拍照 那不断的检举 嗯 但是我还是回过一句老话啦 法律是怎样 但是 公寓大厦嘛 你大家住户之前 每天都会碰到 嗯 其实你在检举之前真的是 可以好伤好气跟他讲说 你这样子 我检举你又被罚钱啦 嗯 那你是不是有一个 其他的方法 拿去询问他说 他为什么一定要把鞋子摆出来 是因为不够放吗 嗯 还怎么样 嗯 就是双方做一个 有时候是 达到一个平衡啊 嗯 才不会说 你一定要 每件事情都一定要上法院解决 这样子 嗯 好 ok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一个很常见的 邻居的问题就是噪音啦 因为可能你跟你的 邻居的生活方式不一样 然后做起时间不一样 有时候你想睡觉了 譬如说你可能9点都想睡觉了 但是怎么到10点的时候 邻居还发出一些 比较吵闹的声音 那比较常见的 当然就是可能他 呃打麻将啦 或者是说 呃朋友约来聚会啊 所以声音非常的大啊 然后或者是说 有的是可能是有小孩 所以很吵 但有的人呢 他是可能比较敏感 所以呢 他没有办法接受很吵的声音 那我就有听过 有朋友说 哦他觉得他被他的邻居吵到 他都已经要得忧郁症了 然后他也说不然我去看医生 我是不是去看医生 然后医生说 我真的有忧郁症的倾向呢 我就可以告这个 我的邻居就是精神赔偿 对啊 那我想噪音这个问题 应该是很多人的困扰 那律师觉得 建议像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邻居属于 噪音的问题的话 应该要该怎么处理呢 两个方式啊 嗯 但是在这两个方式之前 你还是要先收证啦 比如说你要先录音 嗯 或者说你有录影 然后能够证实说 确实就是因为 邻居造成这些噪音 嗯 那再来是说 第一个方式是 你一样是可以向主管机关去检举啊 嗯 把你这个录影的 或录影的内容 向主管机关检举 嗯 那主管机关一样可以 裁罚说三千块以上 到一万五以下的罚还 嗯 那当然 有些人被罚可能还是 不会改善他的行为啊 嗯 那这时候你就只能 先上法院 可以肃请精神赔偿 没有错 嗯 但是精神赔偿的话 像律师娘刚刚提到说 你有一个诊断证明书是不够的 你还是要有一个 直接的 比如说影片或录影档 能够证明书 确实就是因为 邻居造成这样的影响 嗯 对 那像刚刚其实还有前面有提到 比如说 一些 呃冷气啊 或是臭气 嗯 那法院其实针对这种 臭气是曾经有下过 相当的一个赔偿金额 嗯 那人家证明的方法就是 直接拿着 手机 直接拍他的邻居 嗯 可能正在抽烟 嗯 那抽烟之后他的二手烟 就很明确飘到自己家里面 嗯 所以最后也是 法院有的精神赔偿 大概十万块以上 这样子 哦 其实金额也不少 嗯 所以恶邻居还是有办法对付的 对 嗯 好 那另外呢 我还有看过一个状况 就是说 呃有些人可能对自己的居住安全 比较没有安全感 或是他可能可能自己得罪人了 所以呢 他就在自己他们家里的门口 放那个 呃装那个监视器 对 那他有遇过一个状况啦 他可能讲的故事就是说 他今天跟邻居呢 就是产生的纠纷 那有纠纷的状况下呢 他就怀疑他邻居会在他们家门口 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或是怀疑邻居会在他们家门口 有亏视他等等 反正 种种的理由呢 有些人就是会在自己的家里门口装监视器 可是毕竟监视器是有他这个可以摄影到的那个范围 他可能是180度啊270度啊 然后有时候除了照到自己家门口呢 也一并照到了邻居家的门口 那有些人就觉得说 虽然那个不是属于说 比较自己私密的一个空间啊 可能已经是你们家里的门外 可是他出入什么时间 然后什么时候出去身上穿什么衣服 有没有化妆 通通都会被邻居的监视器拍到 他觉得这种状况 其实也让他自己心理上非常的不舒服 可是你要讲说 这个邻居的这个监视器 他又不是说特别在拍他的邻居 他可能就是说 装在自己的门口 但是一并会照到你的邻居的家里的门口 这种状况的话 他也是属于法律有保障的范围嘛 其实监视器画面啊 如果说你真的像刚刚律师长提到说 你有照到别人的住家的一个生活隐私啊 那不论说人家 你对着人家的门口也好啊 因为你对着人家门口 你就可以知道说 你的邻居到底每天几点出门 每天几点回家 那这就是他的隐私啊 那在刑法上的话就是 这算是保护秘密的一个范围 所以说你在装监视器的时候 通常监视器业者也会 如果你不是照自己家啦 监视器业者也会再三询问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装 那会避免说你能照到 你会照到别人家 但是法院实务上曾经有认为说 有时候比如说官网会他在造一个 他在装一个摄影机 那官网会装的摄影机的角度 或多或少有不小 就是大概是稍微有切到人家家门口 但是最后法院他会认为 其实这就是摄影机他安装在走廊上 必然会导致的结果 因为他不只切到一个人家门口 也会可能也会同时带到其他人家门口 那这样就不会算是所谓的保护秘密的范围 但是如果是住户自己装 那就你如果稍微带到人家家门口 可能法院就认为说 那你干嘛要去照别人家家门口 因为你为了安全顾虑的考量 只要照自己家门口就够了 所以装摄影机千万 尽量都不要照到别人家 都照自己家就可以了 所以角度的部分还是要注意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要讨论的法律的议题是 律师教你遇到恶邻居怎么办 我们请到现场的是 可道律师事务所的黄威如律师 今天的节目有开放call in哦 我们的call in 电话是 028369 3398 028369 3398 如果呢有关于今天这个恶邻居的问题啊 或是一些公寓大家相关的问题呢 欢迎大家可以在广告过后call in 进来 为我们的黄律师 由黄律师为大家解答 那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 news98官方粉丝团的直播下面留言 我现在已经看到很多人在上面留言哦 我们待会回来再回答大家的问题 欢迎回到98新闻台 午后进化论 我是律师娘林静如 今天的律师娘想办法为大家请到的是 可道律师事务所的黄维如律师 那我们今天聊的主题是 律师教你遇到恶邻居怎么办 刚刚呢有一通call in 电话呢 这位先生说您正在开车 所以呢希望我们接电话的人 先可以帮你把问题记下来 然后请律师娘帮你问一下黄律师 所以我们先帮他插个队好了 这位先生是问说 他开车的时候都会遇到别人呢 就是在他自己的家门口放一些杂物 所以他开车经过他们家门口的时候 都会因为这样子被阻碍的交通 那这样也是属于可以 那一位是小姐 不是开车的就一定是先生是小姐 好这位开车的小姐 我们请黄律师来回答您的问题 是这样如果说人家是放在家门口 导致说挡在你的车道啦 其实最快的方法还是 你就直接请交通大队 请警察协助啦 因为这个车道本来 或者说道路本来就不能够放 任何人的私人物品啦 就算是他家的门口也不行啦 那交通大队应该会协助你说 比如说促使他以后 往后未来不要再这样做 然后立即把他东西开这样子 应该是那个处于 道路管理交通管理条例里面的规定 是 好那我们来接听Coin电话 这位是王小姐 王小姐你好 你好 呃 律师娘好 黄律师好 你好 呃 是这样子的想要请问一下哦 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些那个房屋租赁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在没有续约的状况以下 但是就是说我们把租金汇过去的时候 他退回来 汇过去然后他退回来 然后他现在到法院说告我们请 清赞啊 好 那那个王小姐的问题就是这个 这个状况会构成清赞吗 因为他说没有续约 就代表说他们租赁契约应该已经到期了 到期之后他如果还住在里面 然后继续会租金的对方 对方却不收退回来的话 这样会构成清赞吗 所以王小姐他的 对方有先寄存证信函给你吗 还是说 没有没有 他就是直接把你的租金退回 对那然后直接告你清赞 那就是租金退回 然后有在简讯讲说租约到期哦 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 所以他的简讯内容有提到说就是 禁止你继续租这件事情吗 但是他们这是在10月 等一下10月的时候 他有来就是喝了酒以后有过来 就是讲说看我们是要怎么处理啊 另外再续约 因为基本上啊 如果说他现在直接告清赞的部分 你可以跟检察官这边 或是警方这边 直接讲说你刚刚讲的情形 第二个是说他把钱退回来 那可能代表是说 那你们之间中间 其实是使用借贷的关系 他借给你住 那你也不会构成清赞 嗯对 其实一般租赁物的那个 就是不管说有没有返还 那个租赁物其实要构成清赞 是很困难的 因为我之前有时候看过一些新闻啊 有些房东就是因为房客 住到期了 但是或许是没有付租金 或许也有可能有付租金 不管什么样的状况下 就是如果房客在过了租约之后呢 还是继续租在里面 没有把房子还给房东的话 之前我其实有看过一些新闻就是 房东告房客清赞大部分 几乎都是没有成立的 所以这个可以给王小姐参考一下 好那我们下一通电话来接 朱小姐的电话 朱小姐你好 律师娘还有律师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我们在大楼里面啊 那个我们有我们那个 一楼一个楼层里面有三户嘛 那有一户人家他刚好跟那个 那个电梯口 我们电梯口成为直角型 但是他家呢 养了三四只的狗啊 我们每天从那经过 他的狗都这样叫叫叫叫叫 很吵耶 像我从我家开门 那个铁的门开一下 就啪一下 他那个狗就开始叫 那我们怎么沟通都没有效 那怎么处理哈 因为其实 如果你们的目的是为了禁止他养狗啦 那其实公寓大厦你要按制定规约啦 也就是说你们区分所有权人要开一个会 然后把这个禁止养宠物的这个内容 制定到规约内 可是其实说实在 人家已经先养了 我还是建议说 看看有没有办法 做一个协调啦 对啊 如果说只是噪音的话 嗯 可能还是要走 刚刚噪音的那个部分 就是像邻居很吵闹 因为不管是小孩发出的 大人发出的 还是宠物发出的 大概都要走 刚刚那个律师讲的这个方式 就是可以请求法院制止他放出噪音 然后甚至有损害赔偿跟罚款的问题 嗯 好这是回答我们call in电话 朱小姐的电话哦 那接下来我们来回答直播下面的留言 好了 我们现在的直播下面有很多人留言 跟今天的法律议题 遇到恶灵居怎么办 相关的问题 所以呢 黄律师要不要来帮我们回复一下 嗯 譬如说有谁问什么样的问题呢 您挑一个来回答吧 譬如说 黄培萱网友 他问的说 如果公寓到下住户啊 在走廊堆放回收物品 然后导致说 邻居叫救护车 然后被走廊的回收物品影响 那其实还是像刚刚回到刚刚啊 就是不论是走廊啊 嗯 或者说那个楼梯 共用梯间这边 嗯 只要有堆放杂物 嗯 那其实都可以 你就是直接去检举它啦 嗯 那像刚刚这个 这个问题还比较独特是说 那你甚至所影响到人家救护的安全 那甚至这样有可能那个堆放的人 还有可能有刑法责任的问题 嗯 对 然后再来是监视器的情形 有个邓英一个网友 呃名称为邓英啦 的网友 他问说监视器的情形 透天触适用嘛 适用啊 因为基本上你如果 你的监视器有照到人家家里面的隐私啊 嗯 基本上就是会适用啊 嗯 就是刑法上保护秘密的范围 嗯 这个隐私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 你只要照着人家家门口就 就算了 嗯 因为你照着人家家门口 你就可以知道 对方几点出门 几点回家 嗯 这就是别人不愿意让 每个人知道的隐私 人家不想公开的 对 所以说不是说我一定要照到你家 看到 看到你在更衣 这样才算隐私 不用只要照到别人家门口就算 嗯 再来是哪一位网友 还是我帮您看 好没关系 我再看 然后再来是 有一位网友叫 Joy 他说我们家是住透天的 但是对面邻居很常抽烟啊 应该是说烟灰都会飞到我们家怎么办 嗯 那其实就是跟刚刚我举的一个精神赔偿的一个例子 其实是一模一样 嗯 如果有因为二手烟的问题啊 倒是说自己有受到困扰或是侵劳的话 嗯 那基本上你可以 第一个你可以收证之后 然后 请主管机关罚还 嗯 当然罚还有时候那罚的钱没有很多啦 嗯 那如果对方还是持续不改善的话 嗯 那就是 一样 你可以肃请法院精神赔偿的部分 嗯 然后再来是说 因为现在应害防治法有很多新的规定 也就是说室内 或是说一些特定的一些地方 嗯 也都不能抽烟 那如果他抽烟的位置是在这些特定地方 那你当然可以用相关的法规 也是一样肃请主管机关去对他法还 嗯 所以说如果他是在自己家里面阳台的话 应该不会构成厌害防治法的问题 嗯 再来是说 邻居啦 如果有个网友叫 应该是 Vanessa吧 然后 如果邻居不定时唱歌 或是吹萨克斯风 那 他还特别刮虎说 歌声不悦耳 然后吹奏音乐也 不好听啊 所以他是说月儿就还OK 对对对 然后再来是 每天每夜打牌啊 该如何 嗯 基本上 噪音的问题啊 你 我讲精致一点 你如果是向主管机关去罚还的话 基本上你有入到 你主管机关他会偏移行事 嗯 基本上罚还很容易就会下来 嗯 但你如果上了法院去 要要求精神赔偿的话 嗯 法院通常参考 他到底是不是噪音 他会参考噪音管制法 诶那如果是月儿的歌声呢 嗯 月不月儿是 法院不会参考啦 嗯 法院是参考分倍数啦 嗯 因为噪音管制法有规定说 你要到几分倍 嗯 那持续多久 你才能称为噪音 嗯 所以有些时候如果说他的 诶 第一个他分倍数没有到这么高 嗯 第二个他持续的频率很短 嗯 很少 嗯 那你上法院去主张精神赔偿 嗯 法院法官有时候是认为说 你这是不会构成精神赔偿的室友 嗯 所以说 诶其实这也不容易收证欸 因为有时候你也不知道 你的邻居会什么时候发出声音 他就让他发出声音 刚好你要录的时候 他这一次又发出的声音 不是很大声 诶 诶是不是可以传唤证的 对啊 就是如果说你的另外一个邻居 也觉得他很吵的话 或许请你的邻居 出来作证也是一种方式 那当然 其实如果是当下啊 因为有时候当下 你就是被那个噪音吵得很吵 还是可以 请 就是警察通认 来协助处理啊 因为有时候就算 不到深夜啊 嗯 如果说他的声音已经很大了 警方有时候会劝导啊 嗯 那劝导的话 他当下就会停止他的行为了 嗯 因为不论你说你说 像主管机关检局 或是说 像法院去诉讼 都 要一段时间啊 嗯 那有时候如果你是当下 就是真的很吵 那当然是 可以请警察通认来协助处理 这样子 这来是 自宅一楼屋内停车啊 当作是车库 啊 因为是无法会车的巷子 但进出都影响向内的行走 这样没有违规吗 第一个如果他是自宅一 他是屋内停车是不是 嗯 在自宅的 嗯 的那个 可能是他 有些人是那个 把类似偷天错 然后刚好有自己的围墙 嗯 所以围墙里面 他可能停在自己的围墙里面 的这种状况 除非说他影响到 巷内行走是影响到说一个 很严重的状况 嗯 那因为 这边 这个问题有点抽象啦 嗯 如果说他影响到很严重的状况 那可能 会有相关的法律责任 嗯 就算是他是自己一楼的屋内 也是啊 嗯 所以可见大家遇到那个 各式各样的邻居的状况很多 嗯 再来是说 网友黄小佑他问说 他是住在公寓里面 嗯 那楼上住户小孩子啊 常常半夜一二点 还在跑步嘛 嗯 然后旅圈不停 但是录音效果不张 该怎么处理 嗯 这种问题就是 第一个 呃你搜证有点困难 嗯 第二个你去 不论说像主管机关检举 嗯 或者说像 那个 法院诉请 嗯 都很久很慢啊 还不济集 嗯 这时候其实你可以透过广委会 去协调 嗯 那当然广委会 他是其实 没有权利啦 他只能帮你协调 嗯 那有一个做法是说 你可以召开区权人会议 嗯 然后针对住户如果有任何 比如说噪音违规的状况 嗯 那可以罚款 嗯 那你就直接按照区权人会议的规定 规约的内容 嗯 直接去裁罚这个租户就可以了 好 OK 那我们先回到这边 先进一段广告 如果想要call in的话 还是可以打到 0283693398 0283693398 来问我们黄律师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待会回来 拜拜 欢迎回到98新闻台 你好 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 呃 如果说我们的二邻居是公园 然后就是施工单位是政府 那这样我们该怎么处理 我在台北 那您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他们施工之后 然后我们就是屋前 那整个地方都下陷了 然后整个地面都规裂了 啊 这样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欸您说的是建商 是不是建商没有处理好 是不是 还是说 嗯 就是台北市政府他们BOT委外的 八八工程 嗯 然后那家好像叫什么 什么封啊 尾封 尾封还什么封 我忘记了 嗯 然后现在目前就是 我们前面 整个地形都下陷 因为他们乱开挖 然后把那个 整个土地都破坏掉了 那这样我们该怎么处理比较好 您这个问题哦 比较像是房屋施工的时候 一个零损的问题 那零损的问题 第一步啦 因为其实所有施工单位 其实按照法律的规定 他在开挖之前 他要先会堪附近 那如果说他没有会堪附近的话 那基本上你可以上法院 去主张零损的一个损害赔偿 那当然 因为毕竟你跟政府嘛 你有一个方式是说 先跟他调解 然后先向区公所调解也好 向法院申请也好 然后请政府单位 然后出面 然后出面看看 有没有一个协商方式 但是如果说政府单位 他常常会说 现在责任不清啊 那你就变成是说 你一定要先上法院去 打官司 起诉 然后请鉴定单位 来鉴定说 你家里面的零损 也就是说你刚刚讲的一些损害状况 确实是因为政府单位 他去施工开挖造成的 你才能去向他们请求赔偿 好 这是回答麦先生的问题 那接下来呢 我再问一下 就是我们网路上有人提出的问题 就是他们家邻居楼上装修 可是害得他们家在装修的时候 也跟着漏水了 这个部分的话 可以请求楼上支付修缮费用吗 像漏水的问题 也是常常公寓大厦常常碰到的 那基本上啊 所有上法院都是一样啊 你去告别人 你要负责去证明说 漏水确实就是对方造成的 那如果说 像刚刚提到说 因为就是楼上装修造成的 那你起诉之后 一样还是要请 第三方的一个鉴定单位 来去鉴定说 诶这个漏水真的是楼上造成 因为常常民众会觉得说 我已经请 抓漏了师傅来看过了 真的就是楼上了 但是其实你上法院啊 法官或是说法院 他所采信的一个证据 还是一个鉴定单位的鉴定结果 嗯 好 OK 那那个 我们接下来再来 接听一通call in 电话 这个是陈太太 陈太太你好 你好 我们家住一楼 那常常有车子停在我们窗外 那个窗外都常常发动车子 让我们睡觉都一直闻废气 那怎么办 嗯 这个也是属于环保的问题 请问一下你那个一楼的部分是画红线吗 没有耶 我的建议是不是 您可以就是像市府单位 去说明这个状况 看有没有办法 直接把你家门口 直接划成红线 或比较能够 直接解决你的问题 因为你刚刚提到说 你一个不特定人 会停车到你家门口 你要去告他 或说你只要请警方来协助 也很困难 那你倒不如说 有没有办法请市府单位 直接把你家 直接划为红线 刚刚车子就不会 停在你们家门口 也就是说几率会相对下降很多 解决比较根本 否则你敢走这一辆 还有下一辆 对 好 那接下来来问 有关公寓大厦的问题好了 就是呢 如果说在公寓大厦里面 有一些住户呢 经常致纳管理费 或公共基金 屡次催缴呢 都没有办法如愿配合 那在管委会的这个部分 应该要如何处理 然后我们可不可以用 断水断电的方式 来迫使住户缴纳 像管理费就是这些的规定 也就是费用的部分 不论你是 也就是说不论你到底是哪一层住户 你都要缴纳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说 我是一楼住户 没有用到电梯 或者说 我就没有使用公司 我可不可以少缴一点 但是管理费的规定就是 按照你的缺分所有权的比 就是通常是比例 楼地板面积 那虽然说法律规定楼地板面积 但是其实大家都是说看来一户缴多少 然后如果你的管理费你基欠达到两期 或是说你们的规约有制定一个一定的金额 那管理费它当然是可以依法向法院 竖请直接执行你的一个费用 那你如果仍然持续不缴 那持续不缴之后 甚至说管理委员会啊 或是主任委员 可以依照区分所有权的会议的结果 然后去竖请你搬前搬离 所以不缴管理费的状况其实是很严重的 好 那关于管理费的部分呢 还有就是如果说今天管委会他们自行调涨管理费的话 这样是法律允许的吗 还是要经过什么样的程序才可以调涨管理费呢 刚补充一点就是刚管理费的问题 很多管委会会觉得说 那人家没有缴管理费 我可不可以断水断电 可是这是两回事啊 还是不能断水断电啊 你能够 管委会能够做的就是 竖请法院去执行 他所积欠的管理费 那用我刚刚所说的方法来达到 使住户一定要缴管理费的目的 那刚刚有提到说 管委会到底可不可以自己制定 收多少管理费的范围 因为通常其实 现在公寓大厦的住户越来越多啦 可能一整栋楼就两三百户 那你说每次什么事情都要 开区分所有权人会议 相对来说实际上有点困难 那管委会到底能不能制定管理费的标准 按照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十条的规定 他是说 如果你的规约或是区分所有权人会议 有授权 管委会可以这样制定的话 那管委会就可以去制定管理费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没有授权的话 那管委会当然就不能 制定管理费的收取多少 嗯好 这是有关管理费的问题 因为我想很多管委会对于 有些人不缴管理费 或是对管理费有什么意见 他就干脆拖着不缴 其实也是非常的困扰 所以也算是一种恶邻居的一种啦 那我们的直播下面留言 有一位陈小军问说 他的邻居常常在乱交墙壁 但他叫的警察来呢 警察来的时候 警察来的时候 他就刚好没有在敲 然后他又尝试录影 可是录影的时候呢 那个声音好像也没有那么大声 那这个时候他该怎么办呢 基本上噪音的问题啊 还是都回归到举证的问题 也就是说 你还是有三个 其实是有三个地方可以去检举啦 第一个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说 公益代表管理条例的一个主管机关可以罚还 第二是说你可以向法院诉请 那个精神赔偿 那第三个说是 就是社会秩序维护法的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他的噪音有 算是一种倾劳的话 那警方警察单位当然是可以开罚单啦 所以说如果这个网友他的收证可能 录音录到的没有这么强 或者说声音没有这么大声 其实可以透过第三个方法啦 你可以把相关的证物直接呈给警方 让警方认定说 到底这样够不够成 社会秩序维护法的侵劳 嗯 好 OK 那今天呃 我想大家大概受到这个 恶邻居的这个困扰非常多 因为我们直播下面还有很多留言 没有回答到 那你们可能可以到那个 可到律师事务所的 呃 咨询的平台去继续问黄律师 那我们今天的的 遇到恶邻居怎么办的法律议题 就讨论到这边 谢谢黄律师今天来我们这边 为大家解答问题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咯 谢谢大家 拜拜 谢律师你好 谢谢大家 拜拜